超超音速导弹饱和打击会让防御变得更困难 更复杂 因此 研发新型反导武器对俄罗斯来说已经迫在眉睫 11月26号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 俄空天军防空和反导防御部队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萨雷沙甘靶场再次成功测试了新型反导系统 拦截导弹按照规定的精度击中了假想目标 但未透露具体型号 俄军事专家阿雷克谢·列昂科夫演判 这次测试的很可能是A-235努多利河机动式反导防御系统 该系统能够反击来自所有方向的威胁 包括太空威胁 俄国防部公共事务委员会成员科罗特勤科表示 新型反导系统列装后将大幅提高莫斯科和中部工业区反导等力 据了解 A-235努多利河至今仍是俄罗斯国防领域最机密的研发项目之一 它由部署在莫斯科的A-135阿姆尔河导弹防御系统改进而来 公开资料显示 努多利河导弹的发射和飞行测试 最早于2014年在普列赛茨克试验场开始进行 该系统能够拦截远中近不同距离的来袭目标 最远射程达到1500公里 最大射高达到800公里 可以直接打掉对手的卫星 其拦截弹速度能达到数十马赫 主要特征是采用了动能杀伤战斗部 而不是传统的化学能弹头或核弹头 此外 它还采用了14P222机动式自行发射装置 具备要地部署的能力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11月27号 俄国家技术集团武器系统工业经理奥斯多耶夫 还披露了铠甲SM防空系统的研制消息 他表示 铠甲SM不是简单的从铠甲S弹炮合一防空系统改进而来 而是新一代武器 能有效确保对任何来袭目标的拦截 即从微型无人机 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到战术弹道导弹 据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消息人士透露 开家SM防空反导系统的国家试验将于2021年完成